电子烟面试后,市场占有率逐步扩大 顾客的年龄层也甚至趋向了更为年轻 美国一份针对4万5千名青少年的报告显示 青少年吸食电子烟的现象已经创下了44年来最高点 当中17到18岁的吸食人数在一年里就飙升了一倍 从去年的11%攀升到今年的21% 从传统香烟到近来越发普遍的电子烟 人们吞云吐雾的现象趋向年轻化,令人堪忧 从1975年开始,美国密歇根大学每一年都会进行青少年吸毒调查报告 对象是介于15到18岁的学生 结果发现,今年吸食电子烟的学生人数 协下单年上升人数最高点 当中12年齐学生,也就是17到18岁的组别 就从去年的11%攀升到今年的21% 研究人员米奇指出 4万5千名接受调查的学生当中 20%的12年齐学生谈成,在过去30天内曾吸食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 而在去年,同样的问题所得到的结果只有10% 意味着70尼古丁电子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之多 政府其他研究也显示 70电子烟的高中人数比去年攀升将近一倍 而中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五成 无论是含有尼古丁或大麻的电子烟,吸食人数都呈现上升趋势 然而上升的原因是什么? 专家归咎新款电子烟外形较为低调 例如像U盘的电子烟不容易被发现 因此,光受年轻人欢迎 一些研究人员相信,吸食电子烟将造成使用者上瘾 甚至会促成青年,日后更倾向吸食香烟,甚至是其他毒品 再加上会影响青少年头脑发育 因此,国业政府必须立法管制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